YOU GUYS WELCOME TO CHANNEL 好啦 各位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 我在模仿什麼 好啦 各位 其實我剛剛模仿的就是這一隻啦 我們的Dragonite 快囉 有沒有很像 再看一次 看他這個動畫 再來啦 很像嗎 好啦 我們今天這個Pokemon GO呢 主要是 因為大家也看我抓了那麼久嘛 然後我發現 我好像沒有認真的讓大家看看 就是目前我的這個圖鑑啊 或者是我的包包裡面有哪些神奇寶貝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要來讓大家看一下 我的這個包包裡面有哪一些比較稀有的寶可夢 然後 另外呢 就是我在北投公園啊也是 歸了不久了好不好 所以呢 我們今天呢 有一隻 就是 從蜜龍升上來然後是1047CP的哈克龍 然後我們要把他進化成快龍 待會我們就來進化他 然後看看呢 可不可以獲得最強的技能組 目前呢 最強的技能組好像就是 龍之吐息加龍之爪 或是龍之吐息加破壞時光 好不好 這個龍之爪 為什麼會有人說龍之爪可能比破壞時光強呢 因為呢 龍之爪是有機率可以爆擊的 所以他的DPS呢 是有可能會比這個破壞時光傷害來得高 所以現在網路上的言論就有兩種 快龍最強的技能組 就是分享給大家 好啦 那麼各位 我們現在接下來就來讓大家看看 哇 你看看這個畫面 你看這個 哇 卡比獸 好 這個呢 我目前呢 應該最稀有的應該就是 卡比獸 暴嶺龍 跟快龍 大家最想要的三隻我都有 目前呢 應該插的就是這個拉普拉斯成龍 然後我最近呢 也準備要出發前往新竹南寮 然後看看到時候有沒有機會遇到我們的成龍 然後呢 呃 這目前還有比較稀有的 應該就是三階進化的快龍蛙 然後 呃 畫石翼龍 然後再來就是 鐮刀盔 鐮刀盔應該沒有很多人有吧 我覺得 應該沒有 這個也是之前在北投公園很少 很難得遇到的一隻寶可夢 然後再來呢 就是穿山王 也是在我們北投公園遇到的 然後再來好像其實也沒什麼啦 但是呢 各位 我的快龍呢 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我的快龍有五隻 我覺得我真的運氣蠻好的耶 我之前去北投公園就一直遇到 然後後來有一天 有一次我去天母運動公園那邊 然後就 當天喔 就是大概在一個小時內 我就遇到快龍再加上卡比獸 我覺得我真的運氣蠻好的 然後我卡比獸現在有兩隻 所以啊 大家真的如果有空的話 我覺得有空可以去北投公園逛一趟 然後或許呢 你就會有這個快龍的收穫 然後另外呢 這邊還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就是 目前要大家看一下我的蛋 我們現在呢 只有中間是10公里的 然後其他都是一 其他8顆呢 是5公里的蛋 然後 接下來呢 我還會準備錄一個影片就是我們 一次敷8顆5公里的蛋 然後看看會敷出什麼 然後這個 這個影片結束之後呢 再來的目標就是 一次敷9顆10公里的蛋啦 好不好 我們這個 只是這個應該有一點困難 要有一段時間才有辦法 集到9顆10公里的蛋 然後一次敷給大家看 然後這也是跟大家講 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喔 就是 同時敷8顆這個5公里的蛋 我們看看到時候 會敷出什麼稀有的寶可夢 好啦 各位 那麼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的重頭戲啦 這一隻 CP1047的哈克龍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 IV值我記得是還行 It's strong Strong就是在最前面的那個階段 我們來看看呢 這個1047的哈克龍 他進化之後呢 CP值會變多少 然後還有他的技能組呢 是不是很強 來囉 各位 我們的哈克龍 進化 來吧 來吧 拜託 拜託 至少技能組來一個 我現在好像還沒有 呃 那個 破壞死光的這個快龍 來囉 我們看一下 他的CP值會破2000嗎 1000多進化會破2000嗎 WOW 2128 而且他的技能組是 呃 現在好像大家評價的兩種 最強的技能組的其中一個 龍之吐息加龍之爪 好啦 那麼呢 接下來 大家就可以準備來期待 我們一次孵 8顆5公里的蛋 以及我會找一些人一起去 這個南寮 我們新竹的南寮漁港 一起抓寶可夢 然後大家可以期待到時候 會有誰跟著我一起去喔 那麼我們下次POKEMON GO 再見啦 影片結束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在下面幫我點一個喜歡 並且在這邊 訂閱我的頻道 Ro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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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ne 愛